COM-100公司提供的聊天軟體 已遭中共駭客篡改 理由是基於分析其攻擊的行為模式 代碼中使用的語言 以及一名受害者 過去曾多次成為中共駭客攻擊目標的事實 惡意軟體已經流通了幾天 但受影響的範圍和規模尚不清楚 在一些政治敏感時期 來自中共的網路攻擊頻繁出現 最近因台海關係緊張 台北駐恩戈華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 劉立行也爆出自己的臉書帳號 遭駭客攻擊事件 加拿大情報安全局正在調查 針對加拿大外國大使館工作人員的 網路活動案件 我自己經歷過無數次的這種網路攻擊 網路空間的這種進攻 對他們來說是一種維穩 各界呼籲聯邦政府應加強防範 並採取適當調查和減少威脅措施 加拿大公共安全部表示 那些懷疑受到網路攻擊的人 可以向當地警方以及加拿大網路安全中心 在相關熱線舉報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李威 舒燦 林希 加拿大採訪報導